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 这次的Travel for Coffee 我陆续到访了大阪 京都 东京 走访了不少当地咖啡烹焙的品牌和咖啡馆 既见到了老朋友 又结识了新朋友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带着刚刚成立的咖啡品牌 在咖啡咖啡 走访焦灵 东京这个超级大都市待上几天远远不够 于是 我也开启暴走模式 在有限的时间里带大家感受一下 我看到的东京 这次东京之行 我误打误撞住在了秋叶园周边 来之前我也不知道秋叶园是一个二次元文化的聚集地 当走出车站后 我看到各种动漫 游戏 漫画主题 拉面店 各种装扮的小姐姐 我才意识到自己住在一个二次元文化的聚集地 所以说顺便也带大家感受一下秋叶园附近的二次元文化 他们这个游戏机群里面好多人啊 好伙伴啊 都是中年人以上 没有小孩子 小伙伴 我住的这个酒店的正对面就有一家拉面店 我看他从早排到晚 所以说我也拍一下 刚到达东京这个超级大都市 其实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 因为在来之前我没有做任何的攻略 第一天我来到了月岛见一个咖啡朋友 月岛 月岛这个岛啊 它是一个蛮安逸的一个地方的 下了一点点的小雨空气特别的情形 Hello Hello 我拿走房间 哈哈哈哈 特匀的咖啡 在楼上 我先带你去楼上 然后咖啡是我们经常在的店 然后这边 在这个 先去哪里 先去一下 秘密的基地 哇 这个是菜单 你看 然后这边有milk brew 我点一个这个 第一个吧 这个是milk brew 对 还在做 就直接拿牛奶泡咖啡饭 那这个过滤的话 还过滤的很长时间呢 要过滤 我在这里做你们的咖啡馆子嘛 有的让出外带 然后我也让它坐在巴黎海等 然后在出口中 就可以跟它介绍一个那种 对 可以自己下一个 隔着屏幕大家都已经闻到香气了吧 但是你这个陶瓷真的好薄啊 嗯 开轻 旁边往前走两步就是文字上了一条街 就是那个店 它是原来江湖风情的一个老街道 然后但是现在是重新开发嘛 你刚才走错的地方 对面就是一个高级公寓嘛 你走到那一边 那边就是一年前新建的一个高级公寓了 那边就是它是一个共享型的咖啡馆 然后每天是不同的人在这里面开店 然后基本上都是咖啡师 在日本竟然喝到了德红的咖啡 来 找一找 哇 这个咖啡好好喝 特别的干净 这个果实感特别好 我送你一点我带的咖啡 这就是你们匹牌的 现在也满满的 然后这个是义士的 这个是单品的 哥伦比亚百山庄园的龟下 然后还有 这个是挂尔咖啡 这么大一大礼物 这里面每一个是13包嘛 我看过照片 咖啡街上有卖这些桌边 还有这个是购物的 你可以背着吧 好可爱 这个是购物的 手机支架你用吗 手机支架 很可爱啊 背店 哇 牌包 牌包要贴一下 然后买个菜啊买个衣服啊 其实是可以背的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哈哈哈哈 这是砂糖 看起来很美味 对 这是 这是搅拌吧 对 这是原本的咖啡搅拌 我觉得我会尝试这个 这边是什么呀 这是连 这是连起来的 另外这家店经营模式还挺特别的 这家店每天会有不同的咖啡师过来 出品自己不同的咖啡 上边写着不同咖啡师的当班时间 你是暮日在这边营业 今天是暮日担当 基本上都是我 周围的客人都会拿这个纸来看一下 谁在去店 嗯 之前就在意到他们有说什么水日休息啊 火日休息啊 然后我有点不太懂 火星人和水星人 原来就是这种概念对吧 Hano Your name Yes name Good to see you OK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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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切成了四半 日本的地瓜和小豆 嗯 すごい 这个时候应该是好吃吧 哦 就是好吃 嗯 怎么说 美味 美味 就是yami 好吃 对 你会这几句就可以走遍日本的 こんにちは すごい ありがとう 那如果还是好喝的话呢 就是好吃 好吃好喝都是好吃 它没有分子 这个也是啊 就比如这个好喝就是美味 嗯 好的 又学到了美味 那不好吃呢 不好喝的 那就不教你了吧 怕你在这里人生安全 拜拜 我发现这个雨中漫步还是蛮舒服的 前提是这个雨不要太大 哇 在东京还蛮少遇到这种上坡的路的 你看 今天呢要来这个咖啡店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 叫茶亭与当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店 and so can you try this original blend 我点了一个 第一个 店里边也没有意识的咖啡机 这边的话全都是一些 他们出品咖啡用的杯子 整面墙圈都是 这里还有这种土耳其 整个店里边还是很有味道的 这家店让我感受到了日本对于一种事物的坚持 我感觉这个店对于咖啡的冲煮方式也好 冲煮器具都挺传统的 换句话说就是都挺粗糙的 家庭厨房里边用的烧水壶 大富士的磨豆机 貌似日本挺多老派的手冲咖啡店 都是用这种方式出品手冲咖啡 另外店里边手工制作的蛋糕真的非常好吃 搭配手冲咖啡简直是绝了 逛完这种日式老派的咖啡店之后 再来带大家逛一下完全不同风格的 新式精品咖啡店铺 就是鸟这家店 What is today's coffee? Is it regular coffee or something? This one The black coffee? Yes Honduras Yes Oh I see 哇小伙伴我点了一个冰的美式 然后我觉得这个冰美式真的是烘得太浅了 真的是好浅好浅 喝的特别特别酸 相比我去那些日本的传统的手冲咖啡店的话 它这种完完全全另外的一种风格 这边有这种免费的小厕子 我拿一个 能看得出店铺的名气还是比较大的 很多特意从外地来探店的 不少人在门口拍照打卡 我当天点单的时候 他们出品的咖啡豆是秘鲁产区的咖啡豆 咖啡的价格是相对平价 说实话 我喝第一口的时候真的差点适应不过来 因为烘焙度真的是太浅了 而且他们的咖啡豆都是单品豆 幸亏我还点了一个面包搭配着咖啡 不然硬喝这么浅的豆子的话 我还真是有点hold不住的 everything around me looks a little great everything around me looks a little great everything you found out worried about my brain i just need a time i probably just a sprain it's ok baby baby it's ok i don't know how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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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伴们我路过了一家这个店叫豆湖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是外边的 然后这是里边的 我点了一个 这个他们店的宏都拉丝 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是直接罐子里边呢 是已经研磨好的咖啡粉 它瓦了两勺粉 放到机器里边 然后呢滴滤出来 它用的是这种滴滤机直接来做的 我觉得像他们店里边的话 应该还是以这种 你体验完了咖啡了之后呢 买他们的咖啡豆或者是挂尔咖啡 你看后边也有一台这种小的烘焙机 对吧 你看它现在就在烘豆子 你看门口就放了很多挂尔咖啡 也有很多买挂尔是一包一包单包来买的 我看就有几个顾客过来 买了一包然后就走了 它这边买挂尔的会更多一些 最主要是它这边的挂尔它是单包卖的 我一次买一包也OK 那其实这样的话还是蛮方便的 对吧 它这个店呢叫豆虎青山培监所 然后呢今天也特意来见一个朋友 我跟他约在这三点 现在两点五十八不能吃到 你看这是日本的这个711的 它这边竟然有蓝山拼配 Blue Mountain Blend 那这个应该是蓝山风味了我觉得 对吧 就是你按哪个它就出哪个了应该是 老婆求你喝一杯这个 这个拿点还蛮好的 220的话就是11 三杯咖啡跟711的买了分杯咖啡 它这好便宜11块钱 regular 按普通的酒 哦按普通它就是出蓝山 对 它这边711的你看买咖啡了之后 是要自己操作的对吧 对啊 国内不是吗 不是 就是店员会给你操作 它还出问题了 喝一下711的蓝山咖啡 我喝不出来什么蚝与不好 你从来没有喝过黑咖啡 喝我喝我当然喝 又苦又酸我觉得 喝人民币十块钱一杯 喝起来的均衡度 平衡感很好 酸甜感 然后带一点咖啡的香火味道 能喝 关键是它蛮便宜的 因为就11块钱可能 不到11块钱了 而且它是每天输上个限定的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淡淡的那种 是这样的了应该 我去这里边这么多的烟啊 这个我住的酒店这边 它可以租自行车的 我就租一天 小姐姐把车 哪一款你喜欢呢 可能这个 这个 OK OK 还有一个锅 是5656 OK 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些天里感受到咖啡在日本真的属于极为平常的饮料 简简单单 不花少 不较真儿 这也让我看到了人均一年喝300多杯成熟咖啡市场的方向 对于之后我们自己的咖啡品牌的方向和定位也更加清晰了 Travel for Coffee 日本站到此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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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下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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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